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来自泰国 全球各地的教会领袖 各位同工 代表台湾以及华府大会欢迎你这次来到台湾 第九届的华会我相信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次华会 我相信这次你一定会激荡你的思考 能够看到许多不同的模式 也能够贡献你自己的心力 我们很感谢你做的事 因为这就是中国人来到中国的国家 多么样子欢喜快乐 在这一次的聚集里头 每一个的人我们能够一起分享 上帝在过去在各个地方所做的事情 也期盼在这次的聚会里头 我们能够一起经历到上帝给我们新的启示 好让华人教会在这个世代可以被兴起 让我们一起来承接宣教的最后一棒 祝福这次华府大会要非常的成功 要非常的蒙恩 在上帝永恒的恩典中间 恩上加恩 利上加利 华府是一个鼓励众教会同心合意宣教的一个机构 我们会用这几天的时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先贤们如何宣教 过去四十年 华府会如何鼓励大家从事宣教工作 希望有个突破 突破的重点在哪里呢 意思就是说我们面对的很真实的社会 需要从圣心的真理去看这个宿代 好让我们回去以后 在各地能够成为神恩田流动的管道 也会带来教会新的潮气 Shalom On behalf of Chinese Coordination Center of World Evangelism I would like to extend a warm welcome to all of you coming from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and to attain this historic significant event The 9th COVID 旁观在这圣会当中 你和我一同经历圣灵的工作 一同明白上帝的心意 一同回应耶稣基督的大使命 在这五天的时间 借助早上的无论是 拆传以祷告 试经讲道 或者更重要的七个不同领域的专题 事工模式的研讨 你我同心的参与 同心的佩达 让我们经历上帝在我们中间 推动华人教会 在门徒导向跨文化拆传 有一个新的开始 新的一个领域的发展 感谢天父的恩典 再一次欢迎你们的参与 求上帝在我们中间 大大的动工 兴起祂的大功 来造就更多的人 来复兴主的教会 来使更多人领受上帝的福音 把一切的荣耀 归于我们天上的父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